话说小哥你人哪 阿祖法估计是太想念你了 他又带着孩子 偷偷地跑去你们约会的地方了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自的阿祖法被赶出了那个家 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流浪 要么就是在流浪的路上 平安和幸福对于阿祖法来说 根本就是一种罪过 自己苦点累点没事的 主要是苦了孩子 想想这个年纪的他们 应该是在幼儿园里开心地度过 孩子是无辜的 可是没能得到老天的眷顾 昨天阿祖法刚刚又被高个子 赶出了自己的小屋 阿祖法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看着急促的脚步 阿祖法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难道你已经想好了吗 摄影师小哥告诉阿祖法 你还是不要走太远了吧 万一小哥找不到你了 他会很伤心的 再说了叫你买个手机 你始终舍不得花钱 为了孩子 阿祖法已经保守风霜 现在的他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变得沧桑了许多 这条小溪是不是很熟悉呢 昨天康特也来过 我说康特 你运气咋那么差呢 今天来该多好呀 看来你们的缘分还没有到吧 这是老天在磨练你们 小溪的溪水 还是如往常一样的清澈 可是阿祖法此刻的心情 却没有了往日的洒脱 他知道 自己这么一走 何年马月是个头呀 好在阿祖法机性还是不错的 他徒步背着行李 抱着孩子 来到了曾经熟悉的地方 不错的 这里正是小哥和阿祖法常来的地方 心里的思念让他想起了小哥 因为在这往后的日子里 只有和小哥过往的美好回忆 才能抚平他此刻手上的心灵 此刻阿祖法的内心已经千疮百孔 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他 才会明白吧 阿祖法还没有忘记阿依达的存在 只见他伸手摘了一个果子给他吃 小家伙别提有多么开心了 这个年纪真好 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想想该有多么幸福呀 阿祖法则不同了 自从离开了那个家 往后的生活就都得靠他自己一个人了 想想他的心里 该有多么的难过呀 千言万语 阿祖法没有表现在脸上 还是那么的坚强 步伐还是那么的坚定 别看阿祖法背着个行李 抱着个孩子 我们的摄影师小哥 还不一定能跟得上他 孩子也是非常的懂事 知道妈妈一定累了 就告诉妈妈 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我已经长大了 我自己会走路的 阿祖法也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 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继续赶路了 小哥曾经告诉阿祖法 你要是伤心了 就去我们长玩的地方 那里我已经为你建设了一处烧烤点 你可以在那里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烤番薯 烤鸡吃等等 想到这里 阿祖法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孩子 我们马上到了 你有没有来过这里啊 那时候一个小叔叔 还带你在这里坐船了呢 你忘记了吗 阿姨答微微一笑 我怎么会忘记呢 那是我坐过最好玩的船了 好心的摄影师小哥 就摘下一个果子 递给了小家伙 这下他更加兴奋了 妈妈我们还有多少路程 阿祖法则说 马上到了 这是你来过的地方 你不记得了吧 但是妈妈记得每一棵树 每一个快乐时光 还别说 咱们的小哥真的会挑地方 这里一山半水 的确是迂会的好地方 估计我们的小哥 平日里也没有少来吧 估计也会带别的女孩子 来这里玩吧 阿姨答又遇到了困难 一个树枝挡住了他的去路 又大喊着要妈妈帮忙了 还真是调皮 摄影师小哥越看越喜欢了 走累了 咱们休息一会吧 这里的溪水 那是真的清澈 确实没话说 那流淌的溪水声 更是治愈 话说 现在应该是夏天了吧 都好像没有听到 知了的叫声 难道知了都不喜欢 在伊朗生活了吗 摄影师小哥告诉阿足发 这里的溪水 是可以直接用来饮用的 营养价值堪比纯净水 在大城市里 一般人都买不到的 听着这话 阿足发也是放心了 他轻轻地摇了一烧水 自己先尝尝 还真是可口啊 小家伙都等得不耐烦了 吵着也要喝喝看 这里的水果 那也是真的多 而且都是没有打过农药的 与其说 这里是一处避暑山庄 还不如说这里 是一处人间仙境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吃点点心了 阿足发一把抱起了阿依达 蹚过了水流 原来他是要去捡树枝呀 看来平日里 小哥教会他的还挺多呀 野外生存 这是必不可少的技能了 你有见过这样的独木桥吗 是的 这里正是小哥说的地方 平日里 小哥一有空 就会来这里 建设只属于他们的快乐天地 因为他答应过阿足发 要让他幸福 每一刻都充满欢乐 还别说 小哥 你真的是用心了 我们替康特向你表示感谢 阿依达 你不要到处乱跑 这里很危险 小心掉下去 好心的摄影师小哥 一把抱过小家伙 还挺重的 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呀 别看阿足发还怀有身孕 动作一点不比摄影师小哥慢 很快他就将行李拿了过来 看来今晚是得在这里安家了 清澈的溪水 哗哗的流淌 阿足发的内心 却是相当的宁静 因为他知道 现在除了自己 谁也无法依靠了 因为小哥 也有自己的家 而且自己 还带着个孩子 不想去打扰小哥的生活 免得让别人说闲话 阿足发昨天就拒绝了 小哥的好意 他不想再给小哥带去麻烦了 小哥已经为他做的太多了 阿足发心里一直明白 也一直很感激他 因为自从小哥走进了他的生活 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 在他最绝望 最难过的时候 给了他鼓励 阿足发此生难忘 但是他心里更思念的还是康特 他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美好的回忆 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 他仿佛看到了康特 又提着一双漂亮的 粉红色鞋子过来了 还是那么的亲切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该多么美好呀 那样就不会有 现在的离别相思之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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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